好,在单词看完之后呢,下面我们来看看课文部分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段 第一段先大致介绍了一下这个背景信息 他说,boxing matches were very popular in England 200 years ago 他说在200年前呢,这个拳击赛在英格兰特别的流行 这个拳击比赛,这种是boxing matches 这个是一个复习 咱们在前面第二个说过 这个match,用这个词一般都强调两个运动员或两个球队正面对抗 分一个高下,这种比赛,咱们一般叫match 那我们做个复习,再看一些例子 等一下我们说,a boxing match,一场拳击赛,两个人打起来了 basketball match,两个球队正面交锋 football match,这个在英国叫足球赛,在美国叫橄榄球赛 或者volleyball match,一个排球赛 你发现都是双方队员或双方的这个球队之间的对垒 中间的对抗,这个比赛就match 这个中国人并不太分,但老外呢分的特别轻 还有一种比赛,咱们20个见过,先复习 90页的第11行 90页第11行出现这么一句话 It looked as if there would be an exciting race across the channel 看似好像即将有一次穿越the channel什么,the English channel 咱们说过,在英国就可以把那英字去掉了 因为他们讲英语嘛 穿越英吉利海峡的激动人心的比赛了 这个race也是比赛,老师说过这是什么比赛 竞速比赛 它不是双方在正面对抗 而在单位时间,在单位距离内看谁用时最短 竞速比赛 这个我们再看复习一些例子 像a car race,一个赛车比赛 a boat race,赛艇比赛 a horse race,赛马 a swimming race,游泳比赛 总而言之,它比赛的是速度,看谁速度快 这是一种比赛 还有一个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专门表示由裁判组打分的比赛,是什么比赛 有一个词叫,我们再复习一遍好了 大声嘞变,contest contest 这个词一般表示,这个裁判组打分的比赛 双方既不看速度,也不正面对垒 而是双方每个人表现一遍之后呢 裁判打分,看比赛分数高低 这种比赛叫contest 比如说,a speech contest 这是一个演讲比赛 a beauty contest 这是一个选美比赛 a dance contest 这是一个舞蹈比赛 双方并不正面对垒 那舞蹈比赛要打起来,那时候摔跤了 看最后,谁得分高 本文中用的这个match 用在拳击赛上,是恰如其分的 这个注意啊,不要把它用错 那么不能光温故,我们还得知心 还有一些特殊的比赛 比方说我们看有个叫公开赛 这个直接可以用open 本来是形容词在这当名词 就公开赛 我们再读一下 open 著名的the US open 就四大网球公开赛之一 美国公开赛 可以用它 the US open 在这里面,卓用名词就欧要打写了 就是公开赛 还有其他些比赛 比如说巡回赛 系列赛 还有一种叫冠军赛 咱们可以同时计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这个巡回赛 或者系列赛 淘汰性质的 这种巡回赛 系列赛 锦标赛 都用它 大声听没? Tournament Tournament 这比较淘汰性质的 这种锦标赛 或系列赛 巡回赛都可以用它 还有一种比赛叫冠军赛 就是各个地方的第一名 到了一块看谁是王中王 看欧洲冠军杯 就用它的冠军杯比赛 冠军赛 championship championship 这个好记 因为一会在文章中就看到champion 这个词 把后面那个ship去掉 本来就是表示冠军的意思 注意不要的championship 那是绵羊了 一定发 ship 这个声音 championship championship 这叫冠军赛 这个也行 还有一个呢 就是大型的运动会 直接可以用它就好了 大声里面 games games 这个即便是一次运动会 也必须加s 运动会本身就必须加s 你看我们著名的 the olympic games 奥林匹克运动会 可以用它 北京举办过 那还有呢像 the goodwill games 叫友好运动会 都可以用它 注意运动会一定在后面加s 就好了 这是跟比赛相关的 咱们的使用时不要用错 在阅读时呢 看到之后 要体会到竞逐含义 就好了 好 回到这个文 这个文章里面 后面 这句话后面简单 popular是流行嘛 在英格兰200年前 拳击赛呢 特别流行 但是作者下一句话交代了 这个拳击赛 跟今天看到的可不一样了 他说 in those days boxers fought with bare fists for price money 在当初啊 这个拳击手呢 是为了奖金 而赤裸的拳头来比赛 现在拳击赛 咱们戴上手套 避免受到重伤 当时呢 就用拳头直接愣打 这个看着刺激 但特别粗鲁 这个首先 我们钻研一下 这个在那个年代 在当年 在想当初 这个结构特别重要 我们跟老师在大声度下 in those days in those days 注意不要翻译成在那些天 不是在那那几天啊 得翻译成在当年 在想当初 这个里面特别注意这个季词 in 一定要加in 在当年怎么样 咱们复习呗 比如说我们在第 新概念英语第二册 学过二次同学可能有印象 第八十课就水晶宫 里面出现了这个在当年 though in those days traveling was not as easy as it is today steam boats carried thousands of visitors across the channel from Europe 尽管在当年 在想当初 在当年的情况 这个旅行的traveling 在这用的是美式拼写 你要用英式拼写 就是两个L 后面叫Ing 旅行呢 并不像今天这么的容易 当年的交通不发达 但是依然怎么样呢 这些蒸汽船 依然搭载着数亿千计的游客 穿过了这个印记类海峡 到英国来 他们从哪来的 是从欧洲来的 the channel 再次看到没有加English 我们知道就是English channel 因为在学的英语嘛 他们暗示了海峡 就印记类海峡了 注意 in those days 必须加in 没有的话就错了 可以用它 咱们再看 再看第四册的第九课 在第四册里还会出现 在当年 第四册第九课 就王室间谍活动 谈到阿尔弗洛的大帝 自己当间谍 当时 In those days Wandering Minstrels will welcome everywhere 说当时的打扮成了一个Minstrel 就当时的引游歌手 走街串巷 这个浪迹天涯的歌手 在当年 在好几 这个 这个一千多年前了 浪迹天涯的引游歌手 到处都受欢迎 这指当年的情况 叫In those days 不是在那几天 而是在当年 想当初 那复习一下 我们在第四课讲过 如果不是当今 现如今 现如今 用这个days 该怎么说 咱们可以用 these days 但注意一定没有这个in 不能说in these days 但当年必须加in 没有办法 这是语言习惯 我们再读一遍 these days these days 不要问为什么 直接背下来就行了 语言在这个地方是不讲理的 这是语言习惯 还有跟他类似的 也可以用nowa days 或者是today 或者用this day and age 都可以表示当今或现如今 后面这四个 在生活中 咱们一般可以替换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下 these days nowa days today in this day and age 注意这个连读 in this day and age in this day and age in this day and age 我们连到一块在那边 in this and age in this day and age in this day and age 就当今现如今 这都行 这个当今现如今 我们在第四课见过 在复习 26月第一行 26月第一行 these days people who do many work often receive far more money than people who work in offices 在当今现如今 在做体力工作的人呢 收入往往比在办公室工作的人 要多得多 收入要高得多 these days 注意不加硬 牢牢记住 这是复习 那么后面说了 boxers fought 就是fight 一般过去的事 不会做动词 他们比赛是用什么呢 with bare fists 就是赤手空拳 赤都是拳头 没有遮蔽物 这个赤手空拳 就表示不是没有拿武器 是没有戴拳击手套 我们可以用这个结构 就with naked fist 也行 就是没有戴手套的赤裸的拳头 这个naked也可以表示人 这都可以 但是不能用nude 因为我们说nude 只能表示拳裸的 拳裸体打拳击赛 可能更有吸引力 但是更不牙关 那就不好 这两个呢 是表示赤裸的拳头的 但还有一个 我们说不带武器的 这个固定搭配 with waist once bare hands 武松赤手空拳 将猛虎打死 应该用这个搭配 他强调没有戴武器 而上面两个呢 是强调没有戴手套的 手上没有遮蔽物 注意 含义是不一样的 尽管中文都能说赤手空拳 但是英语中 他用的精确 注意这个场合 当时呢 这个拳击手 是为了price money 为了奖金 而赤裸全都在比赛 我们说了 because of this they were known as price fighters 因为这一点 他们当时被称为叫 price fighter 古代的拳击手 为什么呢 他们为了price 而去fight 所以叫price fighter 这名字是这么来的 还是介绍背景信息 because of this 说因为这一点 表示因为 这是个戒词 因为戒词 联词都特别多 因为这个 枉管什么字文 咱们都会用到 原因状语吗 先复习联词 联词 这几个都是联词的 because since as for in that now that 都可以翻译因为 这几个小细节 because这个词呢 当然是联词 since呢 既能当联词 也能当戒词 但注意 它表示因为的时候 它一定是联词 因为它表示戒词since 一定翻译成 自从什么时候开始 后面加名词 表示因为的时候 一定是联词 as呢 表示因为 也一定是联词 for呢不一定了 for表示因为时 既可以当联词 也可以加名词 当戒词来用也行 它后面跟一个从句可以 后面加一个名词也行 表示因为 in that 一定是联词 而且我们说了 for和 in that 表示因为当联词时 一定放在主句的后面 或主句中间 这两个词 表示因为不能放在聚首 当联词来用 还有一个 now that 大家还记得有什么特殊性吗 如果第一单元 好好复习了 大家还记得 这个now that呢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翻译成因为什么什么 同时它又强调 现在什么怎么样 所以这个now that从句中 一般都得出现现在时 不是一般现在 就是现在完成 因为它同时 必须保持现在的事情 因为它有个now 在作怪 对吧 本身也是联词三复习 42页第七行 咱们刚进第二单元 得带着第一单元的支持 now that the tunnel has been built through the mountains the path is less dangerous 那么 因为一条穿越大山的隧道已经建成了 这个大伤口呢 不那么危险了 也可以翻译成 那么现在 一个穿越大山的大山口 这个隧道已经建成了 所以这伤口不那么危险了 都可以 now that 既强调 这个时间 又强调原因 这是点词 但本文中这个because some呢 是借词 做借词的 因为又特别多 咱们多看几个 这几个都是咱们常见 常考 常用 常写的一些英语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because of by reason of 注意这个连读 by reason of nav nav 在那边 by reason of by reason of 后面都是习语 在那边 due to due to owing to owing to thanks to thanks to 注意这个thanks to 跟前面这几个to一样都是借词 不能后面加to do不行 一定是借词to 后面都是加名词的这个注意 还有最后一个 unaccount of unaccount of 注意这也是因为 注意到连读到一块 你看 unaccount of unaccount 连到一块 下来面 unaccount of unaccount of 也是因为 这几个因为里面有一个容易翻译错的thanks to thanks to 咱们不要把它翻译成多亏了 幸亏了 有些老师讲 他翻译成幸亏多亏 这有问题 为什么thanks to 后面不见得跟好事 比如说thanks to the rain my vacation was ruined 因为这个雨啊 我的假期被毁了 不能说幸亏有雨 说thanks to 后面它跟好事坏事都行 依然翻译因为 也是个借词端语 好 这几个借词里边呢 特别是我们最后这个联读的unaccount of 这个词 在听力考试中出现的几率特别高 那下面呢 我们就听一道听力真题 来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咱们先仔细来听一遍 看看哪一个选项 证据 好我们再听一遍 同志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这女人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看选哪一个 好了咱们公布答案 正确答案是B选项 she now's class will be cancelled 她对取消课程这个事啊 她怀疑 她说不太可能取消课程吧 选B正确 你做对了吗 咱们看着原文再听一遍 好注意第一个男的说 Do you think Professor Smith will cancel class on account of the special conference? not lively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好注意第一个男的说 Do you think Professor Smith will cancel class on account of special conference? 你认为史密斯教授会不会 cancel class? 就取消课程了 unaccount of unaccount of 注意这个联读啊 special conference 一试她是不是会因为一些特殊的会议conference 是会议吗 而取消课程不上课了呢 第二个女孩说not likely 不大可能吧 不太可能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这女人什么意思呢? 答案很简单了 就是表示 she now's class will be cancelled 对取消课程的事 她表示怀疑 她认为不大可能 咱们的联读呢 特别注意 咱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看这个美国老师是怎么联读起来的 Question number 27 Do you think Professor Smith will cancel class on account of the special conference? not likely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好unaccount of 他那个表示因为 这个可以把她同时集中 咱们再回到这个集中 because of this 因为这一点 这个this指在上文中 他们为了奖金嘛 去打架这个事 怎么样呢 they were known as price fighters 注意不能发言成 他们作为这个被知道 而是他们被称为叫price fighters 这又是一个非常老的知识的复习了 早在我们前面的第四课就讲过 know a as b 这个搭配 当然用被动比较常见一些 叫做把a称之为b 用被动呢 就a is known s就好了 被称为是 咱们复习 在第14课中咱们见过一次 就是66页的第十行 66页第十行 he soon made a name for himself and came to be known to the Italians as Gervani Kuto 我们当时讲过be known to somebody as 就被这些人称为是 这个霍虎德这个人很快就出名了 比较慢慢的 意大利人都开始把他叫做 Gervani Kuto 这样来称为他 被意大利人称为叫做Gervani Kuto 这么来说 14课咱们讲过 再复习第31课 第146页的第8行过尾 146页第8行过尾 31课 可爱的怪人 这说 he was known to us all as Dickey and his eccentricity had become legendary long before he died 刚才咱们见过这个 就讲着legendary讲过 他呢 被我们大家称为叫狄鸡 并且他的这个怪癖 在他死以前很久 早就很有名气了 be known as 被称为是 本分中依然是 他们被称为是 注意这个翻译 no搭配决定的含义 跟s搭配不能凡是知道 也不是认识 而是称呼的意思 我们回顾在第4课讲过一个refer to 大家还记得吗 类似 refer to a as b 也是把a称为b 这个搭配类似 咱们看一看 就是26页第二行到第三行 26页的第二行到第三行 第4课中 people who work in offices are frequently referred to as white-colored workers 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they usually wear color and tie to go to work 那些在办公室工作人 我们经常被称为叫做白领工人 被称为叫be referred to as 跟本文中的be known as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因为呢 他们穿戴着白色领子跟领带去工作罢了 这个地方咱们是复习 那还有呢 我们直接中间不加s的是call a b 把a称之为b 中间就不加s了 这个也是在第4课中讲过 是复习 26页第15行中间 从现在开始啊 他一天到晚都穿着一身西服了 并且其他人将把他叫做布洛克斯先生 而播出了阿尔夫来称为了 call him Mr.Blogs 直接用call a b就好了 中间不加s了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我们在术后题曾经出现过的 就是address a s b 把a称之为b 这4个4家就凑齐了 我们再读一下中间的动词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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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 b 依然是把a称之为b 把a称为b 咱们再复习 我们在以前看过Friends老友记中一个片段 咱们看看这里是怎么说的啊 我们先听一遍 好 oh this is my father Paul Stevens Dad this is Ross Keller It's great to meet you Paul I usually prefer Liz's boyfriend who dress me as Mr. Stevens of course of course Mr. Stevens 你看就是当时呢这个Elizabeth跟那个Ross两个人正在恋爱之中 这个Ross呢是Elizabeth的老师 就毕业之后呢跟老师好上了 然后呢有一次呢Elizabeth的父亲来了 他就中间给这个做个介绍 Elizabeth就先说了 this is my father Paul Stevens 这是我的爸爸叫保罗史利文斯 然后说dad this is Ross Keller 爸爸这就是我现在的男朋友叫Ross Keller 这个Ross马上上去去献阴气 这个去献阴气 这有可能是未来的岳父嘛 It's great to meet you Paul 保罗哎呀见到你很高兴啊 这么来说 这个保罗呢很讨厌他 就你一个老师老不正经 跟学生谈恋爱的 他说I usually prefer Elizabeth's boyfriend to dress me as Mr. Stevens 我一般呢prefer就更愿意更喜欢 一般我更愿Elizabeth的男朋友呢 把我称之为叫史利文斯先生 就你别跟我套情别叫保罗 你看那么那么那么轻干嘛 我跟你都不熟啊 你对我尊敬一点 史利文斯先生 address me as Mr. Stevens 对吧 我们说of course of course Mr. Stevens 当然当然是史利文斯先生 咱们的片段再听一遍 看第二遍能不能听得清清楚楚 好再来一遍 This is my father Paul Stevens Dad this is Ross Keller It's great to meet you Paul I usually prefer Liz's boyfriend to dress me as Mr. Stevens of course of course Mr. Stevens 这是address ASB 叫把A称之为B 咱们再复习那道书后题 咱们往回翻 29页书后题的第12题 好 把书往回翻 29页书后题的第12题 好 翻过来 29页第12题 You want it to be 他想被称为叫布洛克斯先生 而不是阿尔夫 只能选哪个呢 只能选A选项对不对 被称为是 B选项那是被起名字 当然不对 C选项和D选项类似 都是喊叫出来 对不对 选A被称为是 B address as 相当于本文中的 be known as就好了 这也是重要的 第一单元致电的复习 你看 亚历山大苦心故意的 是在第二单元第一课 先复习 然后慢慢慢慢推写 之后呢 大家难度的过度 就不会觉得非常突兀了 苦心故意 咱们不能辜负了 亚历山大老先生 已经做古的老先生的苦心 好 下面就说了 However boxing was very crude for there were no rules and a prize fighter could be seriously injured or even killed during a match 他说两个啊 拳击赛在当年非常非常的粗野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没有任何的规章制度 怎么打都行 打哪都可以 并且一个拳击手 可能会在比赛期间受到重伤 甚至直接当场被打死 好 下面呢 咱们看一看这句话的 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句话还是有点复杂 有点复杂 咱们看看怎么回事 好 这个However 放在前面 是一个副词当的状语来用 表示转折了 然而 然后呢 后面白颜色 没有下回性的部分 是句子的主句了 拳击比赛在当年是非常粗鲁 粗野粗粗的 这crew叫粗野的粗鲁的 为什么呢 for 依然是for引导 一个原因状语从句 咱们说过 对吧 可以当连次来用 而且一般放在痘号的后面 跟主句隔开 因为怎么样 There were no rules 并且当时没有任何的规章制度 and 引出另外一个 在for 从句的两个句子并列 这and 是连次 引出第二个for 从句内部的 这个原因状语从句 他说 a press fighter 一个古代圈语 怎么样 could be seriously injured 可能会受到重伤 or even killed 大家注意 这个even killed 是跟前面那个seriously injured 并列的 他前面省略了 could be even killed could be 在前面出现过了 就or后面就省略了 随着必动词在这就不用再说了 直接用even killed during a match 在比赛期间 直接这个受重伤 或者干脆被打死了 这个我们先看个一些词汇 首先第一个词叫 crude 表示粗鲁的 粗野的 粗俗的 这个词好多替换 好多替换 咱们扩展咱们单词量 粗野的粗俗的 可以用它 我们先大声来读一下 crude crude 叫粗鲁的 或者粗野的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 这拳击比赛当年非常残酷 残酷的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词啊 我们大声读一下 cruel cruel 跟中文发音类似 残酷哦 这么一个对吧 在那边 cruel 拳击比赛当年非常残酷 可以这么说 当然也可以说 拳击比赛当时非常的野蛮 野蛮 用brutal 这个词也可以 它来自野兽嘛 这个拳击比赛当时非常的野蛮 再读一下 brutal brutal 哎 野蛮的 用它也行 或者我们干脆这么说 拳击比赛当时非常暴力 这个暴力的 是不是可以用它 大声在里面 violent violent 哎 叫暴力的 或者可以这么说 拳击比赛当年非常的 那 血星 血星叫blood 后面叫y就行了 我们大声里面 bloody bloody 你看crude 粗野的 cruel 残酷的 brutal 野蛮的 violent 暴力的 bloody 血星的 你看在这里面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很类似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在当年没有任何的如我规章制度 并且呢 a price fighter could be seriously injured or even killed 就用match可能受到重伤 或者当场被打死了 受到重伤 哎 一看这受到重伤 是咱们联系起来了 又在第一单上讲过一个知识 遭到 受到 或者得到什么什么 咱们是不是讲过有一个倒霉的事 遭受到倒霉的事 咱们的第九个飞猫里面讲过一个suffer 或者suffer from 可以表示遭受到一个倒霉的事 一般都是倒霉的事 用suffer 那么在本文中用suffer这个词该怎么说呢 suffer我们说过 在第九个说过 后面有没有那个from都行 suffer something 也可以说suffer from something 都可以 那本文中呢 带你去该怎么说 很好说 suffer后面加名词嘛 a price fighter could suffer a serious injury or even be killed during a match 这么说就好了 拳击手可能会怎么样 cuffer 注意后面加名词 a serious injury 刚才是be seriously injured 现在把那injure 换的名字 injury 前面用形式serious 那这个遭到了重伤 但是前面没有那B动词了 这后面病例里面or even be killed 那个B动词就不能省到了 对吧 因为在原文中句子前面有个B动词 后面省了 在这里前面没有B了 后面写出来 别忘记B动词 or even be killed 就用个match 好 这个第一段呢 等于介绍了在200年前 当时英格兰的当时一个大致的拳击是怎么一回事 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本文主人公还没有出场呢 第一段只是做了一个这个背景知识介绍 那么第二段开始 开始介绍本文中的这个主人公了 我们第一段跟老师先学习到这